欢迎大家收看上阶关心地团的南岛新闻 时间尽是四日 南岛管政府也特别提青年学生 来开办公布门思计的公图价位 今天是在南岛管政府的主心大劳 也扮理教育困难的华党 管党在民间跟建党来鼓励这些学生 希望您的党把这次我们得个机会 好好体验公布门的工作 也不用政客的感受态度 各位同学走 先走走 大声一点 今天是管府思计的公图生第一天报道 如果管党人民前是特别到现状地书 过来这些大专业好的学生 希望他们能救到两个月的宿舍 在管府国局处当中 丢阅到公布门的运作 并学习到正客的感受态度 姐姐有参加过的经验 然后他们也希望我可以来这里学一些 在学校学不到的东西 那你这次选的是什么部分 我是抽到财政处库款支付课 你希望可以学到什么东西吗 就是应该就是电脑方面 可能会有一些ECL要处理的东西 就想说不要荒废我们的暑期这样 然后又做点有意义的事情 然后比起来的话 就是在这边公部门就是公读的话 就是守候会比较多啦 就比起外面的短期暑假工这样 对对对 那你选的是什么 抽到什么 我抽到的是那个文化局的图书课 那有什么期待吗 可能就顺便可以看一点书吧 管府组一百空四年 开始向罗董博新庆 办理公部门 苏基港特家卫 虽然管来为助青年学生的欢迎 尤其是担对中级收入一部的学生 来提供新庆 让他们能够靠自己的能力 来减轻家庭的负担 中低收入家庭的学生 毕竟是环境比较困苦 收入比较少 家庭的经济状况也不大优异 所以让这些学生都能够 利用暑假两个月的时间 来学习一些行政工作 让他早一点进入社会了解社会行政机关的一些处理事情 还有一些观念 让他们先事先了解 所以今天特地来鼓励我们这50位参加公读的学生 这次的结尾总共有387人报名参加 并为当中公开抽签选出50位学生 关注一望将来 劳动部可以提供过多名页 让国家庭家庭教育学生有机会来学习 并保贴处理的费用 记者 這不是藏報道